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司徒文俊 今天当然我们最爱的台长 梁锦祥先生 在这里吗?台长 在这里,一定在这里 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呢? 因为现在不能出街了 出街很害怕 他像搜紧599 是 今天节目之前 先跟各位听众说一声 昨天就说台长 立即亲身力行 展开他这个 梁锦祥的饮食世界 这个新节目的计划 即时 新鲜滚热 一集就出街了 台长是说得出 即时做出来的人 坊间的听众 意见都不错 因为觉得台长很跳脾 然后又去吃饭 又在这里喝酒很开心 台长,答应听众 一路做下去都不错 这类节目 一定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有两个要求 文俊先跟你商量一下 公开跟你商量一下 第一个要求就是 节目应该改成梁锦祥美食之类 嗯 因为饮食就比较中性 少少 因为我们去吃点好东西 是 所以应该我们先谈美食之类 是 是的 第二件事 因为昨天去过 火之神在我通道街 或者是女人街 应该通俗少说 老板因为贼借观众的支持 是 如果你去到梁锦祥介绍的话 那应该有点点心意 是 但是我想你要交给他了 阿玛卡姐 看看当天那个厨师 他的心情 哈哈 觉得应该送些什么小食给你呢 到时候就一定有的 所以大家 如果去到火之神 就跟老板或者厨房 是梁锦祥介绍过来的 就好像以前有个广告人 阿松介绍我来的 哈哈 你就可以有一个阿玛卡姐的 是 小小的心意 是 那文俊文就问你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阿玛卡姐是怎样的 嗯 就是 从日文来计呢 我除了这个 阿玛地亚 那些我也不太懂 你不要振啊 每个人都不懂 我不懂我就说不懂 是的 我不懂 你教我可以吗 是什么菜式来的 是小食 不是 他意思是这样 就是 由你的去决定 意思是說 譬如你平時去吃東西 你看他的餐牌 你的餐牌是怎樣的 但有些食肆 譬如在歐洲 我自己在英國 譬如在巴黎 或者日本 他們是廚師決定你 那天應該是甚麼 那可不可以說是廚師精選 是的 但是他精選 沒有他決定這種陷阱 就是說他選完之後你未必要 他選完你一定要 就由客人說 你決定 通常以我出去喝酒經驗 你叫調酒師 幫你去做一杯特飲 通常他都會做一些 可能在餐牌上沒有的東西 其實不應該是在餐牌上的 因為最高 比較高檔的食肆 就不是你決定吃甚麼 是 是 是 老闆 或者大廚 決定你應該吃甚麼 這就是以前一間很著名的 英國 叫做Mr. Chow 周先生的一個 他教來的美食的方法 我想請教一下台長 其實是否除了日式 或者剛才你說西式的食物 我想問一下中餐 私房菜算不算是這個 歐歐甚麼 剛才你說 歐米咖啡 算不算是呢 不算是私房菜 那種不算是私房菜 那種是 即是 他可以有這樣的程度 但是沒有去到一個 就是這麼 classy 這麼有品味的方式 哦 好 對了 台長 我們回來了 最重要的是 聽眾們記得台長呼籲 你去昨天 這個女人街 或者叫通賽街 22號 火之神餐廳 那個電話 你去看昨天台長的那段片 那你進去 你講一聲 是聽眾 是台長支持者 那就有這個廚師的 一些心意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的 即是現在那個 哲境都很艱難的 我舉個例子 昨天譬如說 我們去 在現場那裡 譬如說 我們都錄個節目 事實上 當時是6點前的 但是我們錄整個節目 是沒有客人進來的 唉 真是很慘 那不是說餐廳的水平不夠 而是說 你去到旺角的地方 人流一路都很旺 但是你去到現在的情況 那些人都不敢出來 學生又不用上學 他們在網上學習 這個原本很旺的地方 你變成好像 講得差一點 鬼城 這個我想 不可以持續下去 即是我們那個 無論經濟 或者人的需要 跟外界接觸的情況 那個需要是頂不住的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去 即是盡可能在那個 防疫的條件之下 我都很強調 因為現在很危險 因為我們應該會說 第二節 就是你進去商場 那裡 如果你不安心出行 隨時可能 現在說 遲些是一萬元的罰款 那些人怎麼負擔得起 尤其是現在的情況 所以很多事情在一起 大家現在一定要同舟共濟 互相幫忙 我們不得了多少 譬如說我自己走出去消費 我剛才跟你說 我買了兩條褲 就不是因為我買了兩條褲很威 而是說 現在我盡可能 如果有這樣的條件 有這樣的能力 外面的東西便宜 我都買一下 就是大家幫助大家 因為如果你再縮下去 是很多人會失業的 這個會顯示很多家庭問題出來 那這一筆我們不說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第一部分 我們先說說國際局勢 好啊好 因為這個節目這麼流行 叫國際大企局 那第一件事 也跟我剛才說的 那個話題有關的 就是在加拿大 大家知道了 就是從這個1月28號 然後呢 就有一些貨幣車司機 就堵塞了阿泰華的道路 而且初初他們是在安的 搞到那些人沒有搞訓 那些人很生氣 那現在呢 就延續到 在那個美國 和加拿大邊境那裡 就應該是 是落到仔特輪那裡的 在一條橋上面就堵塞 嗯 那今天呢 有加拿大的聽眾呢 就傳了我的 在這裡很感謝 因為他都很有心的 他都說了一聲 在當中那裡發生什麼事 就開始政府就會拖 就是洗一些大家車 拖走那些倒路的 這些車輛啦 或者其他東西啦 那這個事件呢 那這個事件呢 我在立法城政府和我都有寫的 我先將歷史背景交代了 但是呢 現在去到現在這個局面呢 就似乎有發言的趨勢了 就在法國呢 都開始由人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反對那個強制疫苗 那是較早之前 紐西蘭那邊都有的 但是九州人那裡就拉得很快了 那現在法國是怎樣呢 那總統馬克龍 就呼籲民眾冷靜 那為什麼呼籲民眾冷靜呢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大大選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說出軍管緊急狀態呢 就對那個選情呢 我估計也有些影響的 所以那個處理那時候 會比較小心一點 但是現在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呢 加拿大他們 發衛車司機 他們首先做了這件事 就很可能形成了一個 就是差不多叫做歐美 那麼多國家裡面呢 都可能有人開始響應 那就變成了不是個別國家 反對這個強制疫苗的問題了 就可能形成了一個 差不多叫做國際性的運動了 那麼現在我們都不是 那麼太敢去分析這件事的 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主流傳媒那裡 譬如我主要依靠的英語的傳媒呢 是一面倒去批評這些 科衛車司機的 也可以說是 甚至有些抹黑 說它們是法西斯 種族主義者 那麼我不敢去說 可能真的有 但是整體那個 運動的核心或者本質 我相信都是主要抗拒 或者反對抗議那個 強制性疫苗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都在歐美的傳媒的英越 都扯到上去 左右派的鬥爭裡面的 所以那個情況呢 就要看 未來這兩個禮拜 或者三個禮拜 美國的貨衛車司機 會不會響應這件事 那麼我差不多這樣寫包單 如果美國的貨衛車司機 公會響應的話呢 甚至他們說應該是 可能在這個超級滿 那個決賽的時候去做這件事呢 那麼那個政治的效果呢 就可能是會幾 即是政治的回向可能很大 因為現在在主流傳媒裡面說呢 就是Donald Trump 和另外一個美國的 右派參選員Tag Cruz 都支持著這幫 加拿大的外車司機 那麼很明顯 如果他們覺得這個是一個 政治上有 就是著數的行動的話 他們支持的呢 對他們的未來那個 比如參選 或者怎樣有利的話呢 那我想他們都會做的 所以後面那個 那個牽連呢 現在我不敢說得很深 但是我們在觀察著 會不會影響 接下來那個政治局面呢 那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烏克蘭那裡了 烏克蘭那個局勢 現在就跟我們那個說法 都很吻合的了 就是現在烏克蘭自己就不說的 主要說的是拜登 拜登就經常說 現在就說俄羅斯 普京已經決定打了 那美國在烏克蘭的條文 就要在48小時內要撤走 那如果不撤走的話 當時被捉了 美國是不會救他們的 那麽講到 講到我那裡 有一點點 就是 也挺搞笑的 那這件事本身不搞笑的 但是真是要說 如果是一個外交上的Protocall 一個合適的規矩呢 就應該是美國放了給烏克蘭自己去說 烏克蘭自己官方去說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搶白了 美國的穴咀代巴 就說了應該烏克蘭口中要說的話 當然烏克蘭要說的話 都是收美國的 因為美國有那個衛星監察 但是現在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不派兵下去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烏克蘭做那個 做輕生品的 如果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主要的看法就是 這場仗打的機會極高 到現在這個地方 而且那個決定性的情況 下個星期我們會看到 應該是下個星期四之前 甚至應該可能在冬季奧運會完之前 是出現那個衝突的 那據烏克蘭那邊說 現在他幾乎已經是多散了 就不是說外國全民疏散 是他們自己的首都裡面的人民疏散 就留下那些會打那些 那我們都不知道說留下會打那些 是甚麼人呢 可能是民兵些 甚至有這些外國的武器提供都不行 但是烏克蘭他自己備戰的狀態 應該是相當之 進來一個相當之高度界別的狀態 甚至我們上個星期也看到 他們在以來貝爾哥核電廠 原爆的地方都擺了兵在那裡 都有士兵在那裡 所以他們這個 就是我們相信的劣心是很大 現在就變了到普京了 一年之間他要打一場仗 如果不是速轉速決的話 我想對俄羅斯的經濟有相當大的打擊 這個應該是他應該都很善意去提醒他 應該吸收當年蘇聯集川普的教訓 現在他們去塵兵這麼久 都幾個月有軍事演習在達羅斯那裡 其實花費相當之巨大 如果他這次就這樣撤兵 回到以前那裡 我覺得他就輸了 因為如果他做得那麼多 而得不到任何的一些回應的話 對他自己的民望應該是傷害很大的 所以這兩部分就是我們理論上 我們應該關注的 但是現在那個局勢還未去到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台長想請教一下你 會不會如果你說在東澳未完之前 就開波了 會不會是你預計 會不會真的好像現在外面 坊間有些流傳 俄羅斯會由多個方面 多個角度來進兵 跟著是可以說 在48小時兩天內 可以解決烏克蘭呢 我相信主觀願望會是的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局面 就是你所有的軍事部署 所有人都清楚了 不是做不到 但是會有犧牲 問題就是這個犧牲的 就是付出代價的程度有多高 我們現在猜不到的 那是不是烏克蘭的士兵都是豆腐兵呢 就是完全不堪一擊呢 他們的人民會不會跟你攬炒 跟你死過呢 你會不會直接下去 在那個面對面去打 因為現在打仗實際上都不需要去到這個地步 舉個例子 比如說美國要打任何一個地方 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要打伊朗其中一個將領 他可以出無人機 甚至連這個空軍也未必出 所以俄羅斯那個 就是說他可不可以兩天下去解決 就很視乎他的戰略目的是什麼 那剛才阿文准問 會不會多方面去攻擊呢 其實在現在那個狀態呢 俄羅斯可以三面攻擊的 第一面是在烏克的東部 就是說那些是親俄勢力發起一些暴動 然後大亂就以這個藉口去加入 那這個在東邊 在烏克蘭的北面呢 就是這個白羅斯的邊界呢 因為他們已經在做著 俄羅斯和白羅斯已經在做著軍事的演習 那邊如果發動攻勢的話 就直插是機庫首都的 那這裡就不止了 那下面呢 南部那邊呢 還有這個克里米亞那邊他們的艦隊 那邊就稍微難一點 因為是山脈的阻撞 但是都不會是一個不能克服的問題 那如果三面攻擊 用信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呢 去打的話呢 就是剛才你那個說話成立的 但問題就是你現在都說了那麼久 人家都基本上知道了你所有的部署了 那會不會有相應的防衛措施呢 那我不敢說 我估計會有 但是我不知道抵抗那個程度會怎樣 但是基本上呢 一個禮拜之內 搞定瓦克蘭 就是說把他的政府斬頭 應該在俄羅斯現在的軍事力量能力範圍之內 台長啊 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如果是 即是短時間內 一開始 你覺得 Boris Johnson會派英軍過去打呢 即不是凸凸部隊 而是英軍過去呢 這個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英國民意上 沒有人會支持派英軍去瓦克蘭 即是和俄軍作戰 尤其現在這個首相本身都處於弱勢 他因為那個去年在菲律親王飲 那個歌曲以前那晚在劈酒 那被人拍到出來 現在都叫周生銀都處於弱勢 你說叫他如果在瓦克蘭那裡再戰鬥 我想他都不肯的 不過 即是他們會支持的 即是說 精神就支持瓦克蘭 會跟英國人 聽這類的 那如果這樣說 法國又不動 德國又不動 意大利又不會動的 然後你整個歐洲 都不支持 其實如果這樣 烏克蘭是陷落機會很大的 要這樣計 是的 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痛苦的局面來的 喂 你現在說 喂 喂 有什麼事我支持你 我想文俊都自己親身經歷過你 他站在後面 他站在後面 他不是在那裡 他站在後面 看著你被人打 那你再過間 我們就打了 所以現在的兵力就是這樣的 他們有兵 剛才文俊敏的問題 英軍應該就應該在 我估計 他們在其他地方有部署兵力的 雖然不是太多 但是就不在瓦克蘭裏面 可能在東歐 東歐和中歐 比如在這些前蘇聯的 富庸國 比如波蘭這些 但是 如果你看下去 基本上 美軍和北約部 是不會派 常規軍隊 在烏克蘭裏面 要打 就理會烏克蘭人 自己和俄軍打 其他事情 打成怎樣 就怪你 但是 俄軍一越過 烏克蘭 比如進去波蘭 就歐洲大戰 我想說 普京都 發不像要做這件事 土耳其態度呢 台長 趙政人 他不會做一些很特殊的動作 但是他地理位置是相當的好處 因為全歐洲都靠他 去看著地中海的出口 所以他那手牌是很棒的 他不需要介入 他這裏 就是有 你們不要打 這裏有4D 無人機給 你打拖長河 所以他都很好處 不過他現在的名義上 國際上的身份 就是趙政人 明白 很清晰 因為我們 對上幾天 我們都說一些香港的事情 這兩天都有聽眾追緊 我相信 今天這一節 聽眾們 一定滿意 台長 回到剛才你說的第一個問題 你覺得 現在的卡車司機 我們說的不是烏克蘭 那個叫做卡車司機 那些烏克蘭 運貨 那麼那個運動 你看會不會是席卷 除了說是法國之外 有沒有機會是整個歐洲 或者甚至乎是摩定 這個歐洲的地方 都會變成一個 好像是一個 意識運動一樣 然後大家一起 所有做這些運輸的 都出來去反 就是去反這個疫苗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呢 會的 這個 但是問題 不只是運輸方面 運輸那裡 他們做了先鋒的原因 很簡單 因為他們有這個實力 他們有這個議價能力 我在這裡說 我們三個大波車在那裡 如果在其他地方 比如說 比較威權政治 我拖你 我就做軍隊 但是你民主國家難 你現在很簡單 譬如說你加拿大那裡 有些 譬如說 反對這幫國際車司機 已經在吵這個道路多 為什麼你不強行一些 你的警察全部 拉了那幫司機 見車就拖走 但是你不明白一件事 這幫司機本身有票 他們都有選票 第二件事 就算你現在道路多 你剛剛連任 你都要想一下 那個政協代價是怎樣的 因為這幫國際車司機 在加拿大 其實有些人說 就要將它踢走 直接將它趕走 至於法國那邊 就更加大問題 為什麼現在差不多到選舉了 你這個時候搞單 就是堵路 如果你強硬對付 如果你說你做得對 當然大勝 但是一個錯手的話 如果民情不支持你 那你就選舉輸 所以在他們的國家來說 他們要平衡很多因素 就不敢說 像一些威權國家 就是你堵路 你堵路 立刻就拘捕你 立刻判你坐十年 他們不能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強調剛才我講的說法 現在的情況 是在美國做頭的 美國如果他們有類似的情況 甚至是不止於在貨位車司機裡面 可能其他的平民都有一個反對 最強制疫苗的運動的話 就有可能構成一個全球性的反疫苗 即是反強制疫苗的運動 這個大家要聽清楚 你打不打疫苗 這是一回事 可能有些人參加這個反強制疫苗 他自己打了 但是他反了一樣的就是 你政府是沒有給我一個選擇權 你一定要我打 這個是接近我自己的態度 我自己的態度 我講了很多次 我自己有打兩針 但是如果你說 人人都要強制要打的 一百分之一打完 我覺得這就不是一個科不科學的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道德的問題 和一個政治價值觀的問題 就是平民本身應不應該有一個選擇權 他應不應該有一個對疫苗的負責用 有一個知情權 這些知情權現在在那個媒體裡面 有沒有足夠的反應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我在YouTube上面 講一些關於疫苗的事情 你有沒有理由YouTube 你自己覺得不對聽 或者你不同意 你就去說 你再講 我就封鎖你的帳戶 我就不同意這件事的 我只有這件事大家要理性辯論 所以我同意剛才阿俊提出的問題 這個全球性的反抗制疫苗的運動 應該是開始承認的了 台長 我覺得最後你也要回應一下 因為有很多神的仕途 就是拿著一點 就說你 台長 你說公開 你說你自己已經打了兩針 他說既然你 上次節目 你都覺得這樣是不人道 是反對的 為什麼你又聽神的說話 他走去打針呢 這樣 我打針還聽 聽他說 為什麼我從來都沒有聽 我從來都沒有聽 彪悠連的節目 我都不知道他 我都不知道他 他支持你的反對 但是如果他說這件事 他們應該參考我們 跟陳宥鑑鐵之後做那個誇診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一直都探討疫苗那個 從開始 疫苗去研究去開發 我們一直都有追蹤 一直都有報道 有分析那個疫苗的波然的過程 我自己去打 我說得很清楚 如果我不是因為要去旅行 我要上飛機 我是不會打的 大家聽得很清楚 不是 阿文中說 我想問清楚你 剛才那個問題 有沒有回答到這些稱眾的質疑 其實只有一句 其實台長也好 我也好 我們都不是圍繞著你的神而活的 是的 這句就可以了 這句可以了 是的 任何人都不應該圍繞其他人的生活 這個 你有獨立人格的 你沒有理由 某軍說一句話 大家一定要 一定認同 這個就違反了所謂的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這個原則 好了 我問一下 根據這個論化心理學 台長 你會不會打第三針 第四、第五針 這個問題就是 要先說一句 打第三針、第四針、第五針 是什麼針 是MRNA還是科興 隨便 科興 就告訴你 前兩針沒有用 效果不強 問題就來了 打第三針 是否還是不強呢 如果你說 打第三針、第四針 是因為Omicron 問題就來了 你打前兩針 你都對付不了Omicron 如果我打第三、第四針 對付了Omicron 之後 不會再出病毒出來呢 我不是說 我不會去到一件事 我一定打還是不打 我是理性的人 你凡是要我做一個決定 你可不可以給我足夠的資料 給我做一個冷靜的分析 然後去決定我應不應該做這些 就不要說 你打還是不打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合理的問題 說得非常好 我真的很開心 別人也有一句說得對的 有什麼主持有什麼聽眾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 就不會因為台長和我的說話 去決定打還是不打針 是自己決定的 是不是 沒有人逼 在道德上 是不應該有人逼你去做這件事的 除非你說 如果我不打 我會害到旁邊的人 或者害到其他人 大家要想一個方法 就是如何去避免這件事 因為這是很典型的英國自由主義 原則 我如果做一件事 我不會傷害到別人 你沒有決定 叫我做什麼 或者不做什麼 你現在不是有一個 所謂的特首參選人 姓閃那個 閃國林 你知不知道那個人 說了一些話 他說如果誰 中了招 應該要抓那些人坐牢 因為他是做病毒散播 然後還要罰他五十萬 就是說如果 說這些話的人出來做特首 我想 香港真的玩完了 阿俊你 你應該這樣看法 天國林 也不需要顧慧其名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說這些是想有人注意的 有時候你要了解 他不會說得那麼盡 我們又怎麼會有話題呢 他心裡是否真的相信這件事呢 我真的覺得 阿淳師傅 不會的 阿淳師傅 不是一個 不是蠢得那麼交關的 他現在說的就是 想引起我和文章 這個師傅去看他 開個集中營吧 最簡單 是不是 是啊 你不要說 是真的 真的慢慢發展 開始的人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不如我們下一節說這個問題 好啊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台長 好 梁錦長的飲食世界第一集 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來到 就是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這間食市 雖然地方小小的 我就做足這個防疫措施 為什麼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室內便只有我一個客人在這裡 那這間火之神呢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就是海鮮湯 煎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海鮮粥 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營 那我首先試一試這個湯底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食相就未必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 一筆出來 有這個 辣爪魚 很美味 相當鮮味 再配上這個 餃子 應該不是吧 應該混在一起 試一下吧 很美味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 今天是飲食節目 所以呢 就再做這個 枝滑屎 大家不要怪 現在出現下午 但是都要喝 要對分 對分 一匹 那這枝真是正的 對嗎 火定 然後呢 就試一下這個小食 那這個呢 就是雞翼 我們加少少這個 沙律醬在上面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很滑 很鮮味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 食肆大同 引起你的食育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 浮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 在食肆上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肆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東西 很美味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思徒文俊頻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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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